在哥德镇上的一个打水点 孩子们正享受久违的淋浴嬉闹 整个哥德镇有十个这样的打水点 附近居民每天定时到这里 接取所需用水 在极端干旱的当下 能方便地用上清澈干净的自来水 对小镇居民来说 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 在哥德镇附近的瓦比河畔 助力着一座由中国企业修建的 现代化水处理厂 项目工程师黄森告诉我 为了确保在干旱条件下 依然能够为当地居民保障供水 他们选择用施工难度极大的 填土节流方式 在水位最深的河中心铺设进水口 为了保证它的枯水期 我们也能顺利取水 我们让这个低位进水口 是在这个基岩之下 大概有十米的一个位置 所以说我们这个人工 不能说是进入这个水里面 然后进行这个操作 所以说我们进行了大面积的填土 大概有两万五千方的一个填土 这个填土的过程花了多长时间呢 这个要有一个半月左右 一个半月 对 而且是几乎是24个小时工作的 在极端干旱的当下 经过这个现代化水处理厂 层层处理 变得干净清澈的自来水 解决了哥德镇 十万居民的日常用水 同时也为周边琉璃师 所者营地的安全用水 提供了来源 让我说他们是完美的 他们是非常快 而且他们也有朋友 我认为他们继续了这个项目 在一个限制的时间 如我说 有阻碍 人们在海岸需要水 所以我们提供水 从这个项目 所以这个项目 是好给了城市 也为了 和洋人们在海岸 我们非常感谢 政府和政府 也为了 他们在中国的行政 在中国的行政 中心 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 海岸